6月11号 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在北京会见理事长林伯峰率领的台湾三三企业交流会参访团 宋涛欢迎参访团一行来访 他表示 两岸同胞本是一家人 应当常来常往 走近走亲 此次三三会组团来访 表明了台湾工商界对加强两岸经济合作 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强烈意愿 彰显了要和平 要发展 要交流 要合作的岛内主流民意 5月31号 有关部门发布新一轮终止适用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协定税率清单 台湾工商界对此高度关注 宋涛表示 ECFA是两岸在九二共识共同政治基础上签署的 双方本可秉持互信 累积善意 通过平等协商妥善解决实施中产生的问题 但民进党当局宣扬台独分裂谬论 煽动两岸对立对抗 对大陆输台产品采取歧视不公平做法 严重破坏两岸协商和ECFA实施基础 是大陆有关部门不得不进一步终止ECFA部分产品关税减让的根本原因 此举针对的是民进党当局的台独分裂行径 绝非针对广大台湾同胞 林伯峰表示 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立场 支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两岸都是中国人 九二共识是两岸交流的重要基础 两岸应在此基础上积极推进两岸经贸文化及人员交流 感谢大陆各级政府对台胞台企的关心与帮助 广大台商将继续坚定扎根大陆发展信心 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壮大中华民族经济做出贡献 与会的参访团成员表示 ECFA是建立在九二共识之上的 对台湾企业和民众来说是一个极大的优惠政策 台湾当局只知道维护政党自身利益 导致优惠政策被终止 其实牺牲的是民众的利益 ECFA是建立在九二共识之下的一个两岸合作的这样的一个条例 对过去所有的台资企业跟台湾的货品物流到中国大陆 是一个优惠政策 但是因为目前台湾当政者在政策上的改变 所以彼得有这样的优惠政策被牺牲了 我想这个部分对我们台资台企跟两岸贸易的活动造成很大的伤害 大家都知道当局的政党 他们是比较维护政党的利益 其实是牺牲了我们民间的利益 参访团成员表示 在人工智能 大数据 新能源汽车等方面 看好大陆未来发展趋势 我想台商可以事实上在参与这一些产业未来的一些发展 所以我相信也有很好很好的一些发展的一些机会 尤其在AI电动车 大家在谈的电动车 事实上大家忽略了一点 事实上中国大陆的电动车 AI方面事实上也是领先全世界的 所以这个部分不管软体或是硬体方面 我想这个牺牲结合 总是能够创造另外一方的一些契机 感谢观看